在四育園的引领下 长颈鹿班尼托来到他的新家 这对他来说可是难得的光景 因为原本独居的他 如今身旁有了好多伙伴 四岁的班尼托过去八个月 一直独自住在墨西哥北部大城 华雷斯的动物园里 但当地忽冷忽热的沙漠气候 并不适合长颈鹿生长 而且他住的笼子也非常小 引发保育团体不满 过去几个月努力向原方争取 终于同意让班尼托南迁 搬到中部普埃布拉的动物保育园区 原方也特地为他打造了 一辆高五公尺的专车 历经几十个小时的周车劳顿 班尼托23号抵达新家 27号让他开始接触其他伙伴 长时间独居的他 没过多久就融入园内七只同伙的群体 甚至在原方送上蔬果蛋糕塔时 还碰了旁边的长颈鹿一下 仿佛是在说 哎 结果我也要吃 不只搬家计划大成功 原方也表示 有游客一眼就发现是班尼托 兴奋欢呼 更希望这能让人类更加懂得爱护野生动物 明知新闻 林韵贤 综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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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下期再见